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向超市跑来 时不时回头张望 似乎有什么在追赶他 男人神色惊恐 声称屋里有东西抓走了他的朋友 要求立即把门关上 超市里的顾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纷纷向门外看去 只见一团白雾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 警报声不绝于耳 不听劝告跑出门外的男人 在屋里发出了惨叫声 众人的心一下就悬了起来 赶紧关上了门 这团白雾到底是什么 正当众人不断猜测的时候 他不断猜的晃动袭来 让人们的情绪更加崩溃 戴维想到今天早上离开家时 湖边也有一团白雾 他只当那是正常的天气现象 来时路上遇见许多军队的车 可是他并没有多想 到了超市之后 戴维发现人们都在囤积物资 镇上居然断电了 这期间还有军人来到了超市 看上去神色不太自然 结合现在的种种情况 戴维感到十分不妙 安顿好孩子之后 戴维决定检查一下电源 他来到了杂物间 铁门外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就像有什么东西急着闯进来 他赶紧跑出杂物间通知其他人 电源便带着几个人要去检查一下 他们并不相信戴维说的话 还准备派一个小伙子去外面看看情况 戴维几番劝阻都被无情地嘲笑 他们还是打开了门 门外除了浓雾什么都没有 小伙子笑着回头 嘲笑戴维太软弱 不料下一秒 一根触手就缠住了他的腿 将他向外拖去 小伙不断叫喊着求救 可惜门外的怪物太过强大 戴维根本不是对手 吓猛了的电源赶紧出手援助 这时触手上竟然长出尖刺 牢牢抓住了男孩的腿 尝到血腥味的怪物更加兴奋 用力将男孩拽出门外 戴维还想坚持 但是好几根触手钻了进来 电源们自顾不暇 只能选择放弃男孩 就在触手即将离开时 戴维狠狠地砍下了一段 看着活蹦乱跳的怪物肢体 电源们无话可说 他们需要找人商量解决错事 然而没有人相信 刚才这段惊悚的故事 黑人因此大发雷霆 认为他们在戏耍自己 超市店长也露出了不懈的笑容 直到店长亲自来到了杂物间 看到了刚才打斗的痕迹 才不得不相信 的确有外星生物入侵 有超市店长作证 众人这才明白 自己处在何种危险境地 早在迷雾包围超市的时候 一个女教徒就说出了死神的字眼 现在她便借机开始了她的传教 在众人都忙着加固门窗的时候 她捧着书开始大声宣读起教以来 不过并没有人搭理她 女教徒不断强调着 要将人作为祭品 使神灵满意 这场天灾才会结束 这种行为惹怒了所有人 金姐上前给了她一巴掌 女人还不肯消停 扬言今晚还会有怪物来袭 超市里现在唯一的武器 就是金姐的枪 就在戴维和大部分人 都准备坚守超市的时候 黑人决定外出寻找救援 杂物间的证据并不能说服她 她坚信物理什么都没有 也有不少人赞同她的看法 戴维劝说无果后 在其中一个人腰间缠上了绳子 放黑人和几个跟随者离开了 起初绳子还在慢慢抽动 代表他们正在顺利前行 正当众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可很快绳子便被一股力量迅速抽走 戴维使劲拉住绳子 但是丝毫不起作用 突然间力量又消失了 戴维赶紧拉回绳子 白绳已经染成了血色 另一端的人只剩下半截 男人正在窗边吃着晚饭 一只巨大的蝗虫突然飞到了玻璃窗上 戴维急忙赶来 观察着这只陌生又怪异的虫子 它们巨大的翅膀和尖锐的尾刺 让人心生恐惧 超市的玻璃门已经被这种虫子占领 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戴维拿起探照灯向外面看去 白茫茫的雾气中已经充满了巨型蝗虫 今天早上一团白雾笼罩冷小镇 送来了许多可怕的怪物 人们被困在超市 所有尝试逃走的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它们一直留守在超市 直到夜幕降临 蝗虫包围了这里 很快这诡异的瓶颈被另一种更大的生物打破 怪鸟挥舞着翅膀从空中冲刺而来 一下就将脆弱的玻璃门砸出了裂缝 它们捕食蝗虫的同时 不断撞击着玻璃门 最终玻璃不堪重负碎裂 蝗虫和鸟一起涌了进来 来不及闪躲的女孩被蝗虫咬中 没过多久便独发身亡 有一只蝗虫飞到了女教徒身上 竟然奇迹般地离开了 女教徒更加觉得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 自己将会拯救这里所有的人 怪鸟追逐着蝗虫将超市破坏的一片狼藉 戴维终于点燃了脱步做火把 驱赶了正在撕扯人类后颈的怪鸟 被灼伤的鸟四处乱撞 另一只却趁机来到戴维儿子身边 店员在戴维闪身的瞬间开枪 超市暂时解除危机 女教徒的脸上出现了欲言灵验的笑容 人们急忙拿来了木板加固玻璃窗 惊魂未定的他们谁都没想到 今天会变成这样 混乱之中也有人被火烧成了重伤 为了拿到药品 戴维决定带几个帮手去附近的药店 同时他也提出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拿到要返回之后 他将会带着食物补给开车离开这里 超市物资总有耗尽的时候 并且这里的防护条件并不好 横竖都是冒险 不如走出去搏一搏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困境中不知所措的人们 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纷纷成为了他的信徒 要不了多久 这里的话语权将会移交给女教徒 到时候谁会变成祭品 任凭她的意志处置 安顿好孩子以后 戴维决定出发了 果不其然 女教徒已经成了这里的首领 他带着教徒们阻挠戴维一行人的行动 说他们是在亵渎神灵 会为剩下的人带来灾祸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被他所蛊惑 一番对峙过后 戴维带着几个人 拿上武器出发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药店 并没有遇到怪物 找其药品后 戴维正准备离开 突然传来一阵怪声 同伴抬头看见许多人 被裹在蜘蛛网里 男人身后的网中 突然伸出一双手 紧紧拉住他求救 见他还有意识 众人急忙撕开蜘蛛网 想营救他 不料他的皮肤 已经被蜘蛛寄生 救人的动静惊动了大蜘蛛 他们吐出极具腐蚀性的蜘蛛丝 大大小小的虫子撕散开来 戴维又是一阵慌乱的逃亡 好不容易走到超市门口 却被一只巨型蜘蛛拦住去路 老头用一根削尖的木棍 将它做成了串串 幸存的人把腿就跑 同伴的尸体请客间被蜘蛛覆盖 幸存的几个人回到了超市 脸上惊慌的表情 让女教徒威信更甚 几个人回过神来一致认为 再让女教徒妖言豁众下去 整个超市的人都会陷入癫狂 极度恐惧之下 能提出方向的人会自动被捧为领袖 继续待在这里 无异于等死 戴维决定离开 也有几个人愿意跟随 但是在离开之前 戴维要弄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外面的屋到底是什么 他要找那个士兵问个明白 他们一起来到杂物间 却发现有两名士兵居然自杀了 原来这一切灾难的来源 竟是科学家们打通了一个窗口 想要看看其他次元的世界 科学家为了和外星建立联系 在地球上打开了一个通道 外星怪物随着浓雾入侵地球 肆意虐杀着人类 小镇的居民困在一个超市里 他们刚刚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这根本不是天灾 而是军事实验失败的结果 在极端的恐慌之下 女教徒成为了超市里的领导人 她引导着众人对超市里的军人发难 大声宣布这一切都是军队造成的 士兵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所有的怒气与惊恐都好像找到了发泄口 教徒们将士兵抬起 把他关在了超市门外作为祭品 士兵绝望地拍打着玻璃门 可面对他的只有一张张冷漠的脸 士兵苦笑着转身 巨大的怪物已经来到眼前 只留下一个绝望的血手印 合伙谋杀了士兵之后 教徒们都微笑起来 认为今晚便不会有事情发生了 于是都沉沉睡去 戴维一行人经过休整 准备在天快亮的时候离开 当他走到收音台准备拿食物补给时 女教徒早已再次等候 他拿着刀威胁戴维不许离开 并且再次告诉教徒们 正是因为戴维不遵守他的规则 上天才要惩罚他们 女教徒不断地起哄 教徒们渐渐地将戴维一行人围了起来 还想要把他的儿子作为祭品 再换一碗安宁 势单力薄的戴维在打斗中处于劣势 没想到怪兽杀不死他 迷信的人类却可以 就在这危难关头 店员开枪射杀了女教徒 这个口口声声为上帝代言 会拯救所有人的女人 无声地倒在了血泊里 他蛊惑众人残害了几条生命 自己最终也付出了代价 教徒们安静了下来 戴维带人离开了超市 这一次并不像去药店那样平静 刚一出门四处的怪物们就涌了上来 戴维拼命拿回了枪 蜘蛛差一点就扑了上来 戴维赶紧开车离开 一路上都是浓郁的雾气 到处都是被破坏的痕迹 开到家门口 戴维发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 他的妻子也已经被裹进蜘蛛寺里 万般绝望的他 车上还在这寄希望于他的人 戴维只能继续往前开 巨大的外星生物让他们目瞪口呆 戴维开到汽车 没有也没能走出这片迷雾 车上的所有人都清楚这次必死无疑 他们决定自己了结生命 总好过被怪物撕扯 车上一共只剩下五个人 但是戴维只有四颗子弹 他颤抖着说自己会解决 他深爱的儿子和萍水相逢的人 全部死在他的枪下 已经毫无生意的他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对着迷雾疯狂的大喊 希望自己也追随儿子而去 可更绝望的是 他看到的不是怪物 而是全副武装的军队 他得救了 他呆滞地看着路过的士兵和坦克 原来希望离他那么近 更深的绝望瞬间吞噬了戴维